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月13日 星期四 我是John Connor 繼續跟大家說香港新聞 上一節說起香港人的事和活動 我真的忘記了 2月4日 請大家記錄下 星期五 這是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那天 我們誠意邀請 香港人 參與示威活動 當初是我們的盟友 中國民主黨英國的總部 他們本身有個示威活動 我們剛巧跟他們談起香港問題 中國民主問題的時候 提醒我們有這樣的活動 邀請我們出席 我們細心一想之後 決定付會 誠意邀請 香港人 出席示威活動 活動日期 2月4日 星期五 將會是下午2點 我們會去到大波蘭街 Great Portland Street 中國領事館 就是示威 由於這個是示威活動 大家請注意安全 風險 我們現在就是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就是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 我們也是 認為這個活動是一個公開活動 歡迎任何團體參加 如果他們有興趣 協辦我們也會歡迎 這樣就是跟我們聯絡就可以了 我們也 除了示威 也很可能 現在還沒決定 現在我們也會再開會 商討 可能也會 再去 趁這個機會 去倡導香港人議會的事項 我們認為再應該加大那個力度就是做宣傳 我們也是嘗試趁這個機會就好好集結 我們在英國的聽眾 出席這個活動 所以邀請大家出席 大家最重要是注意那個風險 因為這個是一個 包含示威元素的活動 我不可以說100%只是示威 我們也趁這個北京東澳 向他說不 也是年初四 年初四就跟他開連 也是趁這個機會告訴英國人 我們香港人 不妥這個 中國大陸 他無權 一個侵害人權的國家 無權主辦奧林巴克運動會 這個我覺得這個訊息相當之清楚 所以我覺得這個示威活動也挺有意思 所以我們誠意邀請 各位 各方好友 也邀請你的朋友 或者是香港的朋友 甚至乎你有英國朋友 邀請他出席 以我們所知 也會有西藏朋友 以及這個 維吾爾朋友 也會出席這項活動 新年當然要跟他喝一喝 也是提醒大家 記住留意 會有中國的 支持民主自由的朋友在場 小心不要把他們誤認 五毛小分紅 避免 避免這個叫做 Team Q 或者是這個 Friendly Fire 大家小心 這節繼續說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繼續在這個假立法會遭受建制派追擊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們整件事都看到林鄭月娥 極度雙重標準 現在 這個 擁有美國物業的田北辰 就是追問他關於國泰的管理問題 這個應該是昨天小啤也說了一點的 不過我再詳細一點跟大家說 因為除了田北辰 還有很多立法會議員 繼續追殺他 現在建制派就把Focus 全部集中在追擊國泰的問題上 其實我們已經有線人跟我們爆料了 關於 機管局 裡面 其實知道得很清楚 根本整個所謂客機去 課機翻 的這件事 香港政府其實是充分了解 根本就不存在國泰 自把自為 搞到香港爆疫這件事 實際上 整件事就是香港政府容許的 現在 香港政府自己犯錯 要全香港人跟他埋單 這個就是現實來的 所以要插開一點點題外話 現在那麼多建制派想林鄭月娥下台 基於攬炒的原則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我覺得 林鄭月娥 再做多一屆 對香港更好 攬炒藍絲 現在那麼堂食 轉頭又那麼兇運 當然辛苦大家留在香港的人就要受苦 但是你雖然受苦 藍絲給你 賦一百倍 他們損失的金錢 是你的一百倍 所以想到就興奮了 有甚麼開心得國 你捐一元 你燒十元 他就在燒一千元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去說 你每不見 每不見一元的時候 你應該就開心才對 因為有藍絲給你10倍 甚至100倍 以上的金錢代價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去說 現在 那個狀態 是史無前例的 就是瘋狂的割韭菜 香港的那些藍絲為什麼會瘋狂的反撲呢 大家認真想一下這個問題 是不是因為他們 對民主有追求呢 當然不是啦 是因為他們的所有利益 被林鄭月娥政府瘋狂地滅絕 所以我真的不是跟大家開玩笑的 如果你問我政治分析和判斷 我們真的覺得這一刻 林鄭給他做多屆 可能 對香港更加有利的 這個我也要詳細論述 你想制裁林鄭 想林鄭月娥下台 是香港人的願望 但是如果他純粹建基於是中共的權鬥 使他下台 而他又不受香港人制裁的話 其實這個制裁呢 也是非常之輕微 情況就好像 高官被人送去捉高彎 困了一天就出來了 徐英偉被林鄭月娥炒魷 只不過是建制派來鬥 這個 雖然是好消息 但是還沒有去到香港人制裁這幫港共官員的程度 所以如果你從一個長遠一點的目標來說 林鄭月娥 繼續做多屆 我可以保證 香港的藍絲 就是呼天搶地 叫天不應 叫地不問 繼續 將他們的利益全面蒸發 大家留意一下最近的藍絲 例如這個空姐牛肉飯 已經出來發起這個控訴 還有這個蘇絲王 蘇絲藍才對 蘇絲王就變成了黃絲蘇 現在本來是親政府 現在出來 就罵政府了 所以你真的細心想想想 這個就不是政治主張 政治主張當然是要林鄭月娥下台 所以有時候 細心分析那個盆路 你會發現 林鄭月娥 多做一屆 藍絲死得越快 根據現在林鄭的手影 她不僅會全面封鎖香港的空運 她也會 距離全面提倡禁止堂食 就是相當之接近的 我們也 真的可以很肯定 就是香港 這個 就是90多%藍絲界別的飲食業 當然也有黃絲帶 就會 被林鄭月娥這個可怕的政策 使得他們全面崩潰 當我們 發動大三壩 發動罷食 發動黃色經濟圈 再發動不同形式的抗爭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擊沉的這個美心集團 現在我相信 再被林鄭月娥搞下去 就會被徹底擊沉 換句話說 我們 就是 用盡全力 都未能夠將她的戰艦擊沉 但是竟然現在他們內部引爆 我實在看不到有甚麼理由 作為軍事 的原因 你沒有理由 就在這個時候對她發動攻擊 真的應該 讓她繼續自爆 田北辰 所以繼續追問這個林鄭月娥 這個 國泰基組人員 客機去貨機翻 你會不會就公眾市 就這件事件向公眾道歉 林鄭死人也不道歉 還說這個田北辰 就是 叫 田北辰 不要盲撐和盲返 他就說這個田北辰是盲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 林鄭月娥最近好像越來越囂張 越來越有國內的 官員的影子 像外交部那樣 戰狼上身 戰狼的名字太好聽了 其實應該叫死雞 死雞撐飯蓋 總之你來一句 我就拼回你十句 現在這個就成為了林鄭月娥的作風 所以大量的建制派對他越來越不滿 就叫你不要那麼多批評 我已經做了很多事情了 其實他來來去去 都是那句 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你做了些甚麼 你做了很多事情 之後有很多人確診 你到底做了些甚麼 播毒 同樣地 不單止Omicron那種毒是在播的 港獨也是香港政府播出來的 在2019年之前有沒有那麼多港獨呢 當然沒有 竟然到了今天 隨便一人連張紙都是港獨的分裂分子 所以根據這個說法 就是香港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 使得香港最少有幾百萬港獨份子 甚至乎港獨份子不只是在香港 連海外的香港人 本來他們對於自己的身份也可能有點疑惑 覺得可能自己 曾經是香港這個地區的人 但是我也是一個中國人 再去到你使得 千千萬萬 的這些 沒有那麼多的 百多萬的海外的香港人 重新認識自己的身份 使得他們知道自己是香港人 所以 香港民族 就被他們慢慢建立了出來 真真正正這個超級港獨頭號份子就是林鄭月娥 本人來的 所以 站在這個角度 除了我們 要找他算帳之外 其實讓他多做一陣 也不可以說是錯的 各位 這個選委會功能界別 陳凱欣就繼續批評 特區政府 說他使得這個變種病毒近期殺入社區 很明顯 你這個政府就是辦事不力 但是你這個 香港政府 繼續自我感覺良好 我們越看到 建制派暴跳如雷對著 林鄭月娥 就越顯示 藍絲社會 就是魷魚熱窩上面的螞蟻 所以我真的 看不到 我們在我們有效作出的報復之前 有甚麼東西被現在看到的那些藍絲的痛苦呢 這個藍絲的痛苦本來我們就不應該 是高興 本來是不應該 原則上是不應該看到人們痛苦我們高興 但是你的藍絲 實在是太過分 我們覺得現在不是因為看到我們痛苦我們高興 而是因為我們看到 合理的因果出現 合理的因果出現 這個叫做公義 你們盲目 支持這個港共政府和 香港警察 導致你們今天這個香港政府 不受制衡 從而 施展暴政 向你們 展壓 這個是一個因果關係 所以我們不是因為看到你們痛苦 所以開心 而是因為看到 那個因果出現了 而那個因果是你們招來的 你們需要 負上責任 這個是很正式的說法 當然我們其實也是有一點高興 看到你們 由魚熱窩上面的螞蟻 證明 港共政府繼續在做一個瘋狂的攬炒 我們這一節就是跟大家說到這裡 我們越看到建制派 圍攻林鄭 當然 政治上面就代表林鄭 但是實際上 就代表 林鄭 繼續在瘋狂攬炒香港 不斷在加速 我們這一節就跟大家說到這裡了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繼續幫我們打開節目清單 我們快要掩抹我們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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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幫我們打開節目清單 運用免費模式 幫我們繼續播放 記得幫我們打開 星期二新聞集團 那邊的view數不夠 那邊有很多廣告 請大家幫我們幫忙打開 打開那邊的 節目播放 我們這一節就跟大家說到這裡了 拜拜 拜拜